迈克尔乔丹一生中获得了无数荣誉,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,也是有遗憾的,乔丹在电工期间退役过两次,在第二次复出,却成为了乔丹生涯中,为数不多的遗憾之一。 当时38岁高龄在棋台付出的乔丹,处于联盟当中的什么当次呢?在公牛时期的乔丹是非常完美的,他进入联盟就是巅峰期,拿下数据也非常的恐怖。 在01年乔丹突然宣布了付出,不过竞争不是在公牛,而是选择了棋台,这让球迷们非常的惊讶,01年的乔丹已经38岁了。 在此之前,有三年的时间没有接触过篮球了,在01赛季乔丹拿下了场卷22分5个篮板和5个助攻,但看数据乔丹还是非常不错的,能在38岁的年纪拿下这个数据简直爆炸。 但是乔丹毕竟老了,在这个赛季里,他遇到了伤病的折磨,一共才上场了60场比赛,命中率也是他球员生涯最低的。 在02赛季乔丹身体更加健康了,保持了赛季拳前,场卷拿下了20分,命中率也有了提升,但是跟天锋期的他相比还是差了不少。 在这两个赛季里,乔丹步伐有精彩的表现,拿过最高的51分,成为了最大年纪砍下50分的球员,但是也有几场得分没有上伤的情况,状态起伏非常大。 乔丹在最后两个赛季,还是比联盟大多数的球员优秀,难怪被称为篮球之神,但是跟自己的巅峰期相比,状态已经不是一个级别了,对此各位看,瓜老爷怎么看呢?欢迎评论去留言。